宝宝成长手渣 第十七周 宝宝的体重增长速度开始下降 头围的增长速度也开始放缓 平均每个月可增长一厘米 宝宝还会发出啊、一、八八、哒哒、嬷嬷等声音 但还没有具体的指向 属于自言自语,一压不停 当你面对宝宝说话时 它会仔细地注视你的嘴 并试图去模仿 生理发展 宝宝趴着时头会抬得很高 能和肩胛呈90度角 喜欢发出新的声音 会用食指和中指握住东西 会分辨气味 本月宝妈可以为宝宝做些什么 即使在大人的帮助下 宝宝现在也还不能做很久 父母一定不要拔苗助长 过早地训练宝宝坐、站等 宝宝开始注意尽忠的自己 妈妈可以把宝宝抱到镜子前 告诉她这就是宝宝 哪个是妈妈、哪个是爸爸 还有其他家庭成员哦 宝宝在视野范围内能够看清颜色了 她越来越喜欢看鲜艳的颜色和彩色的图片书籍 而且细心的家长可以发现 本周有些宝宝可以轻易地看见较小的物品了 所以妈妈可以为宝宝买些彩色图画的多图部书 在宝宝翻阅的时候看到哪里 家长就可以用简单的语言解释到哪里 这样有助于宝宝的认知发展 还可以帮助发展宝宝的语言 更多有趣的孕蝉母婴科普短视频 就在生了吗